那么如来所说法 完全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 没有通过思想 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智慧 没有明信见信 都从阿赖耶里面流出来 阿赖耶有思有想 还需要记忆 记忆是阿赖耶式的种子 我们从小到大 每一天见闻觉知 落下的印象就是阿赖耶的种子 有神有无 非常复杂 我们能想起过去的事情 都是这些种子 其信心 阿赖耶像一个资料库 像一个收藏室 六根 在六层境界里面 所分别 所知识 全在这个仓库里头 比电脑还管用 你只一想 你只一想 它就起现 你就记起来了 这个资料就在你脑海里头 不知不知不知 智慧要清净心 要平等心 心愈清净 愈平等 智慧的能量越大 这就是 古无大德 在教学里头 为什么重视 清净心 清净心 重视 定慧 就是这个道理 清净平的一些 神智慧 不生妄想 妄心里面 神妄想 不生智慧 清净心里头 神智慧 不生妄想 所以 心 清净 比什么 都重要 那我们能理解 佛陀 自行流露 为什么说 戒不可取 戒不可说呢 这就是 马明菩萨 在起心论里面 教给我们 学习的心态 对佛所说的话 不要做言说相 不要执着语言 不执着明字相 明字说语 像无上菩提 像无微 无爱 无浊 佛 佛 佛 菩萨 这些明相 明词说语言 是假许的 你懂得 他的意思 就好 不要执着 一桩子 讲自信 大臣 大臣经上 用了 极是种的 名词 随便怎么讲 知道意思 就对了 所以佛说法了 呼呼 破破 大家喜欢听 一桩东西 他有许许多多方法 来表达 应人 应私 应识 应语言 不同 所以说法不一样 这是智慧的 何学何用 虽如来说法 你着像了 全错了 你能够不着像 不着颜色像 不着名字像 不着星元像 星元说 他这个我 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去想他 他没有意思 你去想他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佛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会开悟 自尽其 有这个妙处 你自己一揣摩 说摩 大概是什么 就不能自尽其 自尽其 自尽其 一定是 清净性 平等性 这个心里头 加一个意思在里头 它是然无 然无的心 不能自尽其 分别的心 也不能自尽其 一定 对于 佛所说的法 看今 经典的文字 不执着文字像 不知这名字像 也不要去想他 什么意思 意思 自己出来 这就是正确 讲经要不要预备 要预备 预备什么 是对这个 恭敬的心态 对经典恭敬 对佛恭敬 对听众恭敬 是要认真预备 可是到讲的时候 所谓预备的 用得上用不上 有时候完全用不上 为什么 自己意思自己出来了 一面讲一面出来 发习充满了 讲完之后 莫知所云 常讲经的人 常有这种体会 绝不离开今天 也不迷在今天上 不执着今天 不要去分别今天 诚诚恳恳 老老实实 用勤进心 用恭敬心 就能见其 所以佛法 非法 非非法 不能说 义无法 也不能说无法 不许可 不许可